畢竟講完了隔天我想說怎麼會那麼巧 就是他就跟我說公司臨時通知 這個禮拜兩天都不能回來要在公司開會這樣子 主有主的美意你就跟他要啊 對啊就想說可能就是真的這樣 就是你萬般的想推脫 可是就是萬般注定這樣子 那你就開口跟他要他一定讓你可以來 所以有時候這個時間上真的是蠻難 感謝主 對真的真的目前還是在一直在掙扎的階段就是 對啊但孩子先來也很好啊 對所以有時候真的很想 因為我也是會覺得來這裡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你說時間上就是 就覺得家裡現在已經亂七八糟 就是很多的事情都還沒辦法做 然後我最近自己身體又不算 所以就是會有很多的沒有辦法 阿妹 可能要循序漸進 沒問題 求主帶領 求主帶領 好嗎 謝謝 多差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這個年齡呢 這個年齡呢 這段時間是很重要 我們只知道說孩子多到這個五年級 六年級以後 這個孩子就慢慢的快長 你會知道自律 等到他自律的時候 事實上 他最影響他 是他的同學 可能在國小以內的時候 他都會 父母 老子 是他一個男生 受影響 可是他一上了國中以後 最危險的就是他的同學 我以後你會發現 你已經上課 他說我同學說 那個同學已經比爸爸媽媽 學老師都還厲害 所以那個同學 你有帶交 碰到不好的朋友 他就一直 有一點很強壓一個女生 就是他的性格 我覺得因為他大 漸漸大了 他不是你說什麼就可以了 然後就 所以我就有跟月姓說 他的性格有一點在 在有一點比較感人感人 然後就會 就是感到一種心 然後就是想說來這樣 每次來他都還蠻喜歡的 有時候我們會跟他刁難 就是說你沒有做好什麼 今天就不讓你來 所以我們父母要注意一個點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陪他 就是以他的同學 他的同儕能夠認識 像我妹妹也是這樣 他還不到一個級別 先生馬 結果他就是給他跟他陪著 所以到初中高中的時候 他去打球 他可以跟孩子去打球 跟他的同學一起打球 那就陪著他一起就過這個關 那如果說你譬如說 他現在四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你說他很忙 你可能那個時間不願意擺出來 後來他慢慢發覺說 他也要慢慢成長了 他要是靠同學 結果那個同學你也不認識 有時候他的同學可能交壞了 同學 他跟你沒有辦法討論 可是你如果跟他有 六年級 接起來的時候 你就跟他討論說 交這個朋友 有沒有信用 合不合適 然後呢我陪你一起跟他交往 那個過程會帶他過 有沒有 所以那個 兒童 這個 成長的這個過程 這幾年也是 父母願意要花這個代價 那他以後 他在交朋友的時候 他會跟你講 媽我交了一個什麼朋友 然後他怎麼對你 他會告訴你 不然他會給你保密 好 反正你也都管不到我吧 那到了國中以後 他交朋友的時候 等到發生事情的時候 才知道他就被我 這麼的 差勁的時候 他已經被影響 那所以我是覺得 就 就這段時間是 是很難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 因為平常 我以前 在北大學去台北也 我也是一個都陪他 任何事情都陪著他成長 只是 因為今年剛好就是一個轉變 因為剛好今年我的身體 又很大的轉變 所以就是 很多事情就是 就是慢慢的可能 真的是要給我一點時間 欸 欸 我們這邊有見證對不對 對 誰要跟我們做個見證 是不是 對 貝美不是嗎 我貝美不是嗎 我記得有啊 貝美先啊 貝美先啊 好 貝啊 然後 他們那個 下次還要被她帶來啊 你喜不喜歡 來真的去玩 對 那是講一個 你 他上 對 兒童牌的時候 他說他本來沒有平衡 他沒有上一個室決 然後很小 然後他沒有四個 走到他 就是大了 你 他就是那個緊緊的 他就是害怕到 你緊緊的 可是他 我重點不是講說他有沒有做 我是覺得說他猜到同期之後 我覺得他很有心 想要做成訓練他就是跑開 可不可以啊不管怎麼樣 然後我在想很經歷家庭的關係 然後後來就表現那種很依賴 然後很沒有安全感 然後後來的時候 他慢慢在鐵底面開始轉變 到一年級的時候他就 到了學校之後他遇到什麼事情 他會就幫你來跟我講 說媽媽今天那個同學怎麼樣啊怎麼樣 他就會敢開口 以前他是不敢開口 什麼事情他在學校跟親啊或怎麼樣 他出來是屌的沒有氣 都不敢講不敢講跟我聽 然後問他他是什麼 沒有啊很好啊沒有啊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會他們因為我們會給小朋友 就是說有時候會分享 即使你沒有寫那種就是會寫物件 然後他每天有發生什麼事 你必定要每天寫 這發生什麼事他就會寫出來 然後就找訓練就是結束 他就說自己上台然後分享 就是他這一週的經歷 不管父子沒有寫的關係 他沒寫就用講的 然後就從他寫 每天都這樣訓練 然後每次每一週他就講慢慢打 他就變得比較有時期 然後就會上台會分享 然後回來的時候他會講給我 聽他們媽今天同學怎麼樣啊 然後我今天印象最深刻 就是他一年級的時候 他們好像有大力的接力 好像是那種大力的接力 然後同學就很害怕 然後他就是跟同學 他說我今天跟同學 我們幾個好朋友三四個都很害怕 怕會跑輸啊怎麼樣 然後我就讓他同學說 我告訴你不用怕 我們在教育是你不求祖民 然後禱告他就會幫助你 那很有興趣 那時候他才一年級喔 然後他真的在同學 就跟他在那裡講 如果操場才能 就開始呼求 喔主耶穌 然後這樣子禱告 他說你喜歡呼求啊 你就有信心 絕對會不用怕會跑輸 然後同學就跟著他這樣呼求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跟著他做臉這樣一分手 我們就禱告啊 就復求祖女兒 那時候他才一年級 阿妹 然後可是我發現他 效果我生病的時候 就最大的感覺 讓我很感動 就是說 我生病的時候他會發燒 他就會拿毛巾 那時候很小 然後你也不乾嘛 然後幫我頭上那個水 一一一大大大的頭下 可是我覺得他那種 他說媽媽你很燙 我幫你敷 然後我在壇面我就幫你禱告 主耶穌一定會愛你喔 然後你就不會反送 他就是那種同言同語 可是到三年級有時候 我就覺得最大的改變 他說很三年級 放那個老師的時候就是 有點像聰明教育 然後就是 就是你自己 都不像一二年級那麼耶穌就對了 他一下好像就放了 那種小鳥一下子放掉 放掉之後 哇慘了 因為他們班上老師又請假 請了半 請了一學起 然後有時候代課老師 一天兩個 然後就是教一教 然後跟班上同學三年級是 出口成長 出話 然後全校的老師都是到我們那一班 真的狀況很多 同學可以當的老師面前 或是當的故事嗎 因為我們就是講出話 然後他回到家跟我講給我聽 媽媽我們班上怎麼不厲害 講出話最厲害 就是那幾個男生 我聽到也是很擔心 然後我發現他慢慢有改變 就是有時候就會甩脾氣喔 喔你很煩耶 他稍微講他一下 媽媽你很煩耶 我那時候大概就覺得 啊只剩這個樣子 我說 所以你不會講這種話 他說這個沒有什麼 我跟班上同學都在講啊 我說這個好像不大對耶 因為 我是媽媽 你對我講這種話好像不大好 而且 而且這個好像有一點 不是很有禮貌 然後我就這樣跟他講 那時候當下他也 就連看到我 他可能也很懷疑 因為班上同學就講這種話 後來我就是不在了 然後還是火紅牌是讓他參加 一直都沒有斷 然後就是借著火紅牌 讓大家都會跟他講些 不怕 我和班上都在學生 你會做嗎 我你會做的 很危險 我沒有改變